小小時候媽媽跟我說她有一個百寶袋 我還笑她世界上哪有百寶袋 Hello,Nikki 咦,是否Juan律師?為什麼你在這裡? 我是特地來找你的 你媽媽跟我在她過生之後 將這份文件交給你的 地圖? 不如我們一起去看看 百寶袍?不是你的倉 媽媽想來這裡為什麼? 她應該有東西想留給你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的感覺很舒服 還以為會很焗 這裡有24小時恆溫恆濕的空調 所以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儲存環境 但放這裡會不會不安全? 這裡的防火系統 已經得到了消防署和屋住署批則認可 60分鐘防火夾板和回彈防火門 都是按照最高消防規格而建造的 而且這裡的防警警報會直達消防署 這方面真是令人很放心的 這裡真的很安全和舒服 難怪媽媽會租這裡 不是租的,買的 蛤?不是你倉也可以買的嗎? 對,這就是獨特之處 這裡已經申請作為倉庫用途 而且有獨立樓溪 即是說無論你想自用儲物 或者租出去給人一樣可以 你知道 現在香港地小人多 空間難求 大家對儲物空間需求很大 像車位一樣 供應越來越少 而私家車的數量就越來越多 在這個供不應求的情況下 車位的價格已經上升了很多倍了 所以不是你倉庫是很有投資價值的 這就是你媽媽留給你的財富 地圖顯示大概是這個位置 想哪個家才是呢? 一定是這裡了 我以前出生的舊門牌就是132 我媽媽說我的出生為這個家 帶來了很多溫暖和歡樂 所以自此她就很喜歡用這個號碼了 這裏全部都是我的童年回憶 有我和媽媽的照片 以前的成績表 還有勞運回憶的獎牌 原來她一直都貼著我很多東西 有手套但她一直都這麼疼我 今天謝謝你 張律師 那你就隨時回來這裡 看看你和媽媽的回憶 你媽媽只留了一份自保的禮物給你 再見 謝謝媽媽